大批媒體在防疫旅館外頭持續守候 因為根據春節七加七防疫來看 王立宏18號晚上入住 將在25號晚上解除隔離返家 而晚上8點多時 一輛防疫計程車進入 立刻引起掃動 防疫計程車的車窗全都拉上 車內一名男子立刻成為美光燈焦點 不過後來證實車內的乘客不是王立宏 王立宏回台灣後有三種檢疫方案 如果選擇方案A14加0加7 他元旦才會出關 而10加4加7的方案B 則是在28號隔離期慢 最後7加7加7方案C25號出關 然後再加檢疫和自主健康管理各7天 而根據了解王立宏已經完成了PCR裁檢 外界也推測他應該就是選擇方案C 待滿168小時後 隨時隨地都可以搭防疫計程車返家 依照居家檢疫規定 王立宏不能和家人同處一室 返家後可能不會回到五江隔離 而是選擇到剛出道不久就購買的中校東路豪宅 做完後續的防疫流程 經歷魂變風波王立宏的動向也 備手關注TVBS新聞 焦漢文SNG小組周沛與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